行政法上的义务规定 要被处行政法案、行政法案 第一种是 行为人一行为 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规定 其中的一个 第一个义务规定 给他科除罚缓 另外一个义务规定 也要对他采除罚缓 形成罚缓和罚缓的禁合 这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是 行政法 行为人以他的行为 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规定 这义务规定对行为人要采除罚缓 另外一个违反了义务规定 给他采除 没入或其他总内行政法 没入或其他总内行政法 第三个情形是 行为人以他的行为 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规定 要被采除罚缓 同时他的行为 也触犯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要被采除拘留 要被采除拘留 因此形成罚缓和拘留的禁合 好来我们来处理第一个 当法缓和法缓禁合的时候 当法缓和法缓禁合的时候 来注意 我们依法定法缓额最高额的规定来采除 我们依法定法缓额最高额的规定来采除 而这个最高额听哦 依法定法缓额最高额规定采除 而这一个最高额听哦 这个最高额 这个最高额就是两个去比较 然后比较出来 假设这一个 第一个法缓是最高额的话 那就采除这个法 就依这个法规来采除 然后就由这个法规的主管机关来采除 所以之前我们谈管辖的时候 不是有跟你讲 由法定法缓额最高额的主管机关来采除 为什么 因为当法缓和法缓禁合的时候 我们是挑最高额来处罚 也因为挑最高额来处罚 所以才由法定法缓额最高额主管机关来采除 这是连在一起的 好吗 好那么接下来 第二种情形 如果是法缓和VS末入或其他种类行政法 禁合的时候 来我讲这第二种情形 罚缓VS末入或其他种类行政法 禁合的时候 原则上 并为采除 通通一起罚 罚缓也罚 末入或其他种类行政法 也一起并罚 一起并罚 为什么 因为处罚的种类不同 因为处罚的种类不同 刚刚的罚缓VS罚缓禁合 之所以可以依最高额的规定 是因为处罚的种类相同啊 效果都是罚缓 既然处罚的种类相同 如果从一种处断 就可以达成行政目的 那你就从一种处断就好 这也是比例原则的展现 但是现在第二种情形 罚缓VS末入或其他种类行政法的禁合 他处罚种类是不一样的 他处罚种类不一样 既然处罚种类不一样 原则当然可以 原则当然要并为裁处 才有办法达成行政目的 好 那你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例外 好 这边有个例外 什么例外呢 处罚种类相同 处罚的种类相同 再加上从一种以足以达成行政目的 处罚的种类相同 再加上从一种处断 以足以达成行政目的的话 那么注意哦 不得重复裁处 什么意思 处罚种类相同 比如说 来 我举个例子 行为的你 易行为 违反了 A 这个行政法 然后裁处罚缓10万 违反了B 这个 行政法 停工6个月 违反了 C 这个行政法 停工1年 停工1年 好 那你特别注意 原则上面 A B C 通通并为裁处 可以吗 A B C 并为裁处 A B C并为裁处 好但是呢 在面对B和C 停工6个月和停工1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的处罚种类是相同 如果从一种处断 从一年处断以助以达成行政目的的话 你就从一种处断 唯有从一种处断不足以达成行政目的 你才可以并罚 可以吗 你才可以并罚 这是他的什么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想法 一个基本想法 可以吼 好 那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个部分 处罚种类相同 从一种 我们才什么 我们才并罚 我们才从一种 否则就并罚 好这是 罚缓vs 默入或其他种类行政法处理的方式 好接下来第3个 行为人以他的行为 违反了行政法上 义无规定要被裁处罚缓 同时又触犯社会秩序 违反要裁处 拘除拘留的时候 这时候 基于司法程序优先原则 我们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拘除拘留 就不要再拘除罚缓 我立法里有告诉你这是司法程序优先原则展现 这个司法程序优先原则有什么关系啊 来不要忘了罚缓是依照行政程序所做成的决定 拘留是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 依照司法程序由法院拘除决定 然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相较之下 哪一个对人权保障比较绵密比较做到 当然是司法程序 所以立法里有就告诉你 基于司法程序的选择 我们以居留为准 可以吗 打开行政法法24 这个考试的同学你们考试没有副条文你要背 阿如果是三等同学你没有副条文的你更要背 你更要背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你是我的三等考试有副条文 那你要翻得到 你要翻得到 好了 24 24 来24条 一行为来画起来 一行为这个 这个条文开中明明就告诉你我出了一行为 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 义务规定额应处罚还者 依法定罚还额 来 换两个字最高 依最高的规定裁处 但裁处的额度不得低于 各该规定是罚还最低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在刑法上称作什么想象进合的封锁效力 你说 这个行政法也有 这边有什么意思 来假设今天 违反的行政法上有规定裁处A A的话处8万到10万 8万到12万 B的部分处9万 到11万 好那请问大家这时候 哪一个处罚比较重 一般而言 处罚净害处罚重先比上线 上线相同再比下线 所以就这个例子而言是 上线谁比较重 A 所以我们以A去跳 但是呢因为 较轻罚缓的下线 较轻处罚规定的下线比较重处罚规定的下线还要高 所以较轻处罚规定下线会对较轻处罚的下线产生封锁作用 使得 虽然挑A来法 但是只能够在9到12万去做裁罚 这就是这个规定 这就是这句话 再看一次 但不得除以什么 但不得 但采取额度 不得低于各该规定的 繁环最低额 把那个 不得低于 最低额 不得低于各该规定最低额 好第1项是反环VS反环禁合 好第1项是我们反环VS反环产生禁合 好这是 24条第1项 24条第1项 好那了解这好了吗 好话来 接下来 你在那个24条第1项 24条第1项 那个据点后面 打一个箭头 写31条第2项 31条第2项 来你接到31条第2项来看管辖 这种行政法和行政法 禁合的时候 管辖告诉你 以前我违反数个行政法上 一如规定 额因处罚还 数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 可以吗 违反了两部法规 两部法规有不同的主管机关 两部法规都有管辖权的话 有法定法规的话 讲 最高额的主管机关 最高额 好 好了吗 翻回来 翻回来 看到 20条第2项